俄乌战争的最新情况了 现在外界都在讨论 这个战争是不是会扩大呢 波兰要参战了吗 为什么这么说 主要是这个波兰的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他们在推特上说 波兰已经在这个跟白俄罗斯的边境 部署了狙击手 他们说狙击手已经就定位 好 而且呢 这个波兰的武装部队总司令 PO了几张照片 就是以这个边境的背景 那阿兵哥呢是拿这个狙击的 这个武器部枪的一个照片 文字解说还写下 他说呢这个狙击手是侦查导航 跟使用武器的高手 而且他们说呢 波兰的狙击手特点就是 很有自信 有耐心 那波兰方面似乎是在传达 他们呢已经准备好了 连狙击手都已经就定位了 另外一个最新画面提供给您是 60年来首次高层访问 谁呢 好 画面中的这一位 他是欧盟主席冯德莱恩 他访问了菲律宾 那么今天呢 他是跟这个菲律宾的总统 小马可是两个人会面了 双方现在说要合作 而且呢 合作内容似乎是在剑指中国大陆 好 为什么这么说 主要是这个欧盟主席呢 跟小马可是两个人会面之后呢 发表了谈话表示 欧盟准备要加强 跟菲律宾在海上的安全合作 而且他们强调这个自由开放的印度跟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性 而且他们说他们双方现在要共享信息 互通有无 而且会一起来进行威胁评估跟建设海岸警卫队的能力 两位领导人呢 现在还讨论了 双方要重启这个自2017年以来 陷入停滞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好 这是最新画面 最新消息提供给您 好 明天就八月了 八月二十二号到八月二十四号 这个金砖国家峰会 要在这个南非召开 好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金砖峰会 当然要推动这个本币结算 我们先跳到这边 在南美除了巴西阿根廷之后呢 又多了一个国家 要使用人民币 要进行进出口贸易的结算 这个国家叫玻利维亚 那美联社特别报导 美元呢 在南美洲国际金融交易的霸权地位 面临日益增长的挑战 那当然这题我们谈过 好多好多次 对不对 你就看到一个一个的松动嘛 虽然没有错 在国际的这个结算上 人民币的占比还是目前来讲 相对的是非常的低 但是毕竟起风了 开始了 对美国来讲 心情真的是不太好 那再回到这边 我们看一下 之前大家不就讲嘛 彭博要讨论这个金砖的扩原 或者说扩容 就朋友圈越来越多 是件好事啊 要接纳印尼啊沙特啊等等 当然这个特别是中国大陆 听说在里面 就不断地帮印尼帮沙特再推 这两个都是中国的好朋友 但是据说呢 印度 巴西 最近都反对哦 这个反对是不是有点不寻常 韩兵你来看一下 这个毛宁其实在6月20号 就告诉大家嘛 当然赞成扩原嘛 扩原是金砖五国政治共识 其实在这个领导峰会中 已经有达成共识了啊 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来加入金砖的大家庭 但是现在印度 巴西反对啊 为什么反对呢 希望讨论可不可以让更多国家 是用观察员来加入 其实有超过40个国家希望加入 哇 今年非常的踊跃 其中22个国家付诸行动提出了申请 为什么呢 美国媒体认为这是因为啊 扩原太快 加剧西方的担忧 所以这个印度跟巴西 把西方的担忧放到他们国家里面的考虑 认为金砖会可以成为跟美国欧盟对抗的力量 所以这个会影响到印度巴西跟美国跟西方的一些关系吗 你怎么看待印度巴西的率先反对 我觉得当然每个国家都是就自己的利益来去做这样的考量 那印度跟巴西为什么要反对 第一个就是 就是你一下子让这么多的国家一下加入的话 那印度跟巴西在金砖国家的分量就会大幅降低 然后再来这个大家都知道金砖国家里头最大的主导者就是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的势力增强对印度来讲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乐见 他大概也不希望中国日子过得太好 所以他可能会反对一下 那我觉得巴西大概是主要 主要是担心他自己的地位会降 等于在金砖国家里头的地位相对降低 被稀释掉 所以就会出来这反对 那当然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还是积极希望能够有越多国家加入越好 因为越多国家加入的话 就可以跟欧盟跟美国 那可以展开另外一个势力 然后你就可以相互抗衡 那美国跟西方当然是不希望 这个情况出现 希望能够 能够跟他们抗衡的势力当然是越小越好 所以他一定会 在中间积极的运作一些东西 然后让这些国家用各种理由来反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大概还是一个进程 那中国大陆跟其他的国家 大概也是要想办法去说服印度跟巴西 那我觉得暂时先用观察员 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也就是你一步一步来 不要一下子就全部 大家全部都变成会员国了 先从观察员开始 我觉得也很好 那实际上之前他们还反对另外一个国家 叫法国 也不让他来 所以表示每个国家还是有各自的一些想法 那对中国来说 其实我觉得他们恐怕是希望法国能够来的 因为法国能够来看一下也是不错 所以你觉得巴西呢 巴西的这个 巴西之前我们看到嘛 这个金庄银行的这个行长 就是这个巴西嘛 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巴西今年是有望还是没望 这一次看起来 我觉得巴西它已经是了 对对对对 巴西已经是了 就是说巴西 我觉得巴西大概是觉得说 他一下让这么多国家会增加很多变数 对巴西来讲 他自己本身是不是能够站稳他的位置 他大概有点也有点怀疑 但是巴西本身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不错 但我们看到这个 对对跟韩斌讲 对就是说这个巴西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很不错 然后他在推动这个本币结算 包括巴西总统到北京的时候 也讲了很多很多的话嘛 是啊 所以你觉得呢 这是美国的游说奏功了吗 奏效了吗 其实你看巴西虽然跟中国大陆走得很近 可是他去中国大陆之前他是先去美国 所以他也不愿意完全放掉美国这一块 他也不愿意跟美国直接做对立 因为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我觉得很多国家其实都是一直摇摆 然后这边对我好的时候我就走进来一点 这边对我可能有点不利的时候 我就再拉远一点 其实这个是国际上正常的一种做法 像我们台湾这种一路抱大腿这种反而是很少见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中国大陆慢慢要去说服 然后也要也要让他们提出能够让他们安心的一些举措 才能够让更多的国家加入 那我认为就算先以观察员加入 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很差的一个方式 因为很多 其实很多的组织都是先用观察员的方式 像你加入 然后再后来你自己也可以考虑 然后再慢慢决定看 是不是让你成为正式会员 其实国际组织通常都有这样的一个管理 好 委员继续来看一下 这跟基础建设有关 一个是我们看到7月29号 这个中欧班列 从这个义乌到西班牙的马德里 那在这个 因为上半年结束了 所以各式各样的结算也出炉 那从义乌的西站开出 到今年以来 累计开出了1万列 这个1万列就是一个指标 我们看到去年 它比去年的这个1万列提前了22天到 比前年2021年的1万列提前了34天 每一年都在不断的超前 那到累计为止 到现在为止 发送了货物108.3万标箱 同比增长27% 都说中国大陆的今年的经济放缓等等 你怎么看待中欧班列的指标 当然中欧班列 它就是一个基础建设 它有很多很多的附加的一些效应 那讲到基础建设 拜登7月29号在缅英州 竞选筹款的活动当中 他讲这句话也蛮有意思 他说我们曾经拥有过 世界第一名的基础设施 现在我们是第14名 那中国大陆过去是17或26 现在是第2 所以我们基础设施排名14 人家中国第2 我们怎么能够引领世界呢 我不是在开玩笑 他在这边突然这个老实话讲出来 结果我们看到大陆 大陆好像也没有感谢他 大陆都在说 你的说法来源是什么 美国为什么是14 中国为什么是第二 那谁是第一呢 你怎么看 我查了一下 美国之前有公布一个讯息 那第一是谁呢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 第一名是新加坡 那这个第二名事实上是荷兰 所以中国大陆是第三 那拜登不知道他讲的这个是一个新的数据还是怎样 中国变第二 我不晓得他们这种基础设施的这个指标是什么 因为每一个国家谈基础设施的指标 可能都不太有人讲机场 有人讲高铁 有人讲高速公路 有人讲这个水电设施等等 真的标准很多啦 而且这个标准多 还要加权才能够加在一起 加权本身就是很主观的嘛 不过拜登老先生 他一方面讲实话 一方面在捧自己 为什么讲实话 如果以高铁的公里数来算 美国不是排第十四 美国可能排五十几吧 可是另外一方面 如果有机场的这种飞机的数目的话 那美国可能排很前面 所以你要看什么指标 但拜登为什么讲这一句话 不管他的排名到底顺序对不对 他是中国大陆现在 在基础建设胜过美国这个事实 大家都承认 绝对是前三 你去纽约看看美国地下 美国纽约地下铁能看吗 不能看嘛 而且荒唐的是说 美国连一公里的高速公路 高速铁路都没有 这不能交代嘛 那他为什么叫捧自己 他去年花了1.2兆美元的 基础建设预算 到现在还没花完 还没发包完 为什么 营建工人严重缺乏 可是他为了帮自己辩护啊 他把共和党跑出来说 你让1.2兆拿拿去 做什么成绩出来 就像我们在说 高雄分的这个 八十一座前阵移港一样 有什么绩效 老百姓纳税也要求你绩效是很合理的嘛 他现在开始捧自己 你看嘛 我们在排前面去 我就花1.2兆是对的啊 他讲这个东西 所以竞选活动上讲是对的 再来中国这个 所谓中欧班 它就是一带一路的具体的成果 我总是叹为观止啊 这今年欧洲经济不是特别的好 它能够同比成长27% 真的也是好几把刷子不是两把而已 中欧班类运的通常都是稍微单价比较高一点的 单价比较低的用海运 因为海运时间久运费便宜 那是火车这相对是比较贵的 大家不要以为火车便宜啊 火车才贵啊 所以他能够运那么多单价比较高的到欧洲去 这一定是很大的一个成就 而且沿途加费的国家一定不少 因为你中欧班的有去也有回来啊 他怎么可能火车开去又空车回来嘛 一定是双向的 所以这个双向的就表示说 欧洲仰赖这个 很多国家仰赖这个 卖东西到中国大陆来 我所知道有很多的 这个欧洲的零组件是靠中欧班的 运到中国大陆来 中国大陆进口量也不少啊 还有很多中国人很喜欢的香水啊 皮包啊 用空运的比较贵 用海运的又太便宜 时间慢就用中欧班的运 尤其是西班牙的ZARA 我知道他们都用中欧班的在运 我不是在帮ZARA做广告 我讲的是个事实 我讲的是个事实 那更不用说 前一段时间中国大陆被打破头了 德国的H&M 还有德国的Adita 都是用这种东西在运啊 这是好事啦 这是好事 所以这个就祝福他们加油 在金砖国家我是有点意见 我觉得中国就是要花费他的真正影响力 沙特你不让他进 他想进你就要叫他观察员 这个金主耶 搞清楚对象了 对不对 如果说其他的一些国家说 这个需要比较需要帮忙的 你说你做观察员就好 你叫印尼这种穆斯林最大的国家当观察员 然后沙特当观察员 我也不晓得印度跟巴西反对了什么 那中国就要去摆平 这是跟中国威望有关系啦 到时候沙特讲说 你看我没 最近这就很流行 有人说你看我没 就不爽啊 对不对 你沙特如果说你中国看我没有 那这个好像也不太好 金砖国家要到目前为止 其实跟人民币 是不是成为国际货币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是有它那个基础在 那美国媒体会担心说 金砖国家会成为跟欧盟抗衡的力量 不会啦 为什么 因为欧盟已经垮了 哪需要跟它抗衡 对不对 你金砖国家把沙特抓进来 然后印尼抓进来 这个都有人有钱的国家 那像你欧盟对不对 今天这个波兰 嗷嗷待哺 对不对 那德国都要死不活 都已经一直奄奄一息了 谁要跟你抗衡啊 人家才没兴趣跟你抗 我不知道妹妹那讲什么 这些人自己要发展起来 自我发展 所以金砖国家现在的真正的 发挥功能的时间还没到啦 但是我认为就是说 这个时候先把组织架构啊 还有金砖国家底下的新开发银行 赶快把它弄好了 这比较实际啦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俊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俊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798 CTI-798有额外的折扣哦